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发表了主旨演讲 中国总理李克强主持了会议 张德江和于政生出席了星期六的纪念会 中国还请来了60年前和中国共同倡导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印度和缅甸领导人 缅甸总统吴登胜 印度副总统安萨里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由于最近中国和周边国家发生领土和领海争端 习近平在讲话中试图安抚邻国 称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 并强调中国人的血脉里没有称王称霸的基因 中国人民宠上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 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 穷兵独武的基因 中国将坚定不一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 这对中国有利 对亚洲有利 对世界也有利 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中国和平发展的信念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习近平的这番讲话 是为了平息外界对中国最近采取的 一系列外交和军事行动的关切 同时也为了回应周边国家对中国最近提出的领土和领海主张 所表达的忧虑 不过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了国家主权的重要性 他说在这个问题上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动摇 主权和领土完整 不容侵犯 各国应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这些都是硬道理 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弃 任何时候都不应动摇 习近平在讲话中还不点名地敲打了美国 他说热衷于使用武力不是强大的表现 而是道义贫乏 理念苍白的表现 只有基于道义理念的安全 才是基础牢固真正持久的安全 北京外媒圈注意到 习近平6月28号在人民大会堂的讲话 是他担任共产党总书记 国家主席 军委主席之后 少数向驻京外媒开放的场合之一 美国之音VUA卫视记者东方 北京报道